三宫过后,任仙齐的部落被打散,队员郝云和张俊宁被淘汰。 尽管任仙齐在三宫尽力了,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影响力,但可惜为时已晚。 相较于三宫,四宫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,依然是火灭团散的赛制。 部落团体秀和合作加分秀同样重要。 10月7日,皮革二上线了四宫的分组和选举,五个部落将带来八个舞台,依然将有两位哥哥被淘汰。 前一支是刘凯威和蔡衡。四宫分组选举出炉,任仙齐后会晚矣。 根据三宫的赛制,舞台成绩垫底的人仙齐部落被拆组。 任仙齐、吴卓熙和刘凯威分别加入了吴克群部落、陈小春部落和张志玲部落。 在任仙齐、吴卓熙和刘凯威三人中,任妻王任仙齐无疑是香啵啵。 所以他得到了张志玲和吴克群两位队长的邀请。 最终,任仙齐选择接受吴克群的邀请。 理由是,吴克群部落的火力值比张志玲部落低, 他希望自己能让各大部落更均衡,让节目更好看。 但其实,三宫之后,张志玲部落虽然比吴克群部落火力值高, 但其实后者的实力明显更强。 吴克群、吴建豪、杨长青和马迪都是专业音乐人, 而张志玲、张云龙、范士奇和麦克的唱跳能力并不是绝对突出。 对于任仙齐加入吴克群部落这件事,你可以认为是任仙齐有大局观, 也可以认为是节目剧本使然,又是一个典型的见仁见智的事件。 至于刘凯威和吴卓熙,相较于任气王任仙齐, 他俩其实加入哪个部落都不会左右该部落的大局,话操理不操。 选曲方面,尽管节目组安排了玩游戏近拍歌曲的环节, 但最终的结果都在观众意料之中。 更擅长唱跳的陈小春部落和苏有鹏部落, 分别拿到了韩鸦少年和伴手人。 更擅长Vocal的吴克群部落和张振月部落, 分别拿到了好久不见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 而更擅长唱演的张志玲部落则拿到了理想。 五个部落最终抢的选曲, 像极乐节目组根据各部落优势分配的结果。 反倒是红尘来去一场梦, 一起摇摆和空空这三首选曲的人员分配更有新意, 更像是意外之喜。 四个舞台值得期待,两大Vocal强强合作。 在四公的八个舞台中, 认为有四个舞台值得观众格外期待, 分别是理想、伴手人、 红尘来去一场梦和空空。 赵雷的理想并不适合比拼唱功, 所以节目组的方案一定是唱演, 而唱演恰好是张志玲部落的强项, 或者说是张志玲的强项。 尽管张志玲部落是被动接受理想这首歌的, 但陈小春部落和吴克群部落都追击失败了。 这版理想有多强呢? 值得观众一探究竟。 伴手人值得期待的原因有两个。 第一,伴手人是苏友鹏即一公的霍元甲之后, 再度拿到周杰伦的作品。 这个经典的作品会被改编成什么样? 值得观众期待。 第二,苏友鹏部落练习伴手人时, 繁琐了练习室的大门, 拒绝其他部落刺探敌情。 节目组也没有放出任何练习室片段, 神秘感十足。 《红尘来去一场梦》之所以值得被期待。 一来是因为乌启弦的这首歌足够好听, 杨宗伟曾在蒙面唱将中, 贡献过一个很经典且难以超越的版本。 二来则是因为, 苏剑信和曾比特这两大vocal的强强合作, 他俩在前三次公演中都没有得到绝佳的展示机会。 如今有双人合唱的机会, 希望编曲不要拉垮, 不要把大哥改成小哥。 至于空空, 陈丽的原曲很好听, 但由于旋律的起伏不大, 似乎不适合禁忌, 而吴建豪、杨昌青和任仙琦也都不是强vocal。 但值得一提的是, 多位参与了四公录制的现场观众都爆料过, 空空是他们心中四公的最佳舞台, 所以正编开播之后值得被重点关注。 蔡衡镜头过少成隐形人, 正片没被淘汰却胜死淘汰。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, 皮革二四公分组选取这期节目中, 蔡衡几乎是没有镜头的, 只在大家玩即兴创作时被镜头扫到过几次。 镜头如此之少, 蔡衡堪称是四公备战期间的隐形人。 虽然正片中四公还没有被淘汰, 但却像已经淘汰了一样。 蔡衡和方亦伦、朱佳琪、 张俊宁被网友调侃为皮革二的内地四小透明, 被公认是本季的炮灰哥哥。 尽管方亦伦、朱佳琪、 张俊宁和蔡衡没有很快团灭, 而是分别于前四四公演中一一淘汰, 但他们的镜头一样少得可怜, 完全是无效参赛。 皮革二四公即将开始, 遭遇一轮游的方亦伦已经被观众遗忘, 似乎没有参加过这个节目一般, 而这个情况也适用于蔡衡, 节目组已经很吝啬再给他镜头了。 如此看来, 蔡衡的披荆斩棘之旅, 虽然比方亦伦、朱佳琪和张俊宁都走得远, 但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, 都沦为了热门哥哥的背景板, 令人不胜唏嘘。 请不吝点赞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